走过将近50年风雨的巴生菊廊小贩中心 因为让路给轻快铁第三路线 被迫面临拆迁 在小贩中心经营了数十年生意的小贩就表示 巴生市议会目前已经展延了 搬迁令的最后期限 因此大部分的小贩至今 还是继续的在菊廊小贩中心开档做生意 这让各地的涛客还有机会 到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小贩中心 享用各类巴生古早味的料理 在明年迎来50周年纪念的菊廊小贩中心 承载着无数巴生人的记忆 在这里可以品尝到独一无二的飞机水 和海南鸡饭等等的道地美食 那么这些古早味 是否会随着菊廊小贩中心的拆迁 而变得淡然无存呢 在这里经营了数十年生意的小贩就表示 只要菊廊小贩中心一天还在 他们还会继续营业 已经有了感情 年轻做到老 我也舍不得 舍不得这个季郎 真的季郎要拆 我也感动 不会有泪 舍不得离开这个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有旗艺的书舰 要看有RT 会发来那间改变主义 不要把车站建在这里 这样我们的菊廊美食中心就可能保留了 在菊廊小贩中心售卖飞机水长达49年的张贵至感慨 这里所有的小贩数十年来都风雨不改 坚持每天售卖快制人口的巴生美食 更难得的是三大种族的小贩 都能在同一个屋檐下和睦共处 小贩透露 巴生市议会 目前已经展延了 菊廊小贩中心的拆迁期限 但却没有给出准确的日期 因此这里的小贩都抱有一丝希望 盼望巴生市议会可以站在人道立场上 让他们可以继续营业 以保留原有的客源 很难过 我们希望可以保存下去 因为我们有这个地方已经有感情了 因为我们搬了 我们早三个人已经散开了 没有好在一起了 我们从这里来到40岁 如果从父母后 想要60岁 65岁就这样 现在他们去拆运 我们想去吃饭 不得了 自从民众知道局长小贩中心即将关闭 大家纷纷前来捧场 品尝古早味美食 缅怀儿时的记忆 让小贩忙得不可开交 这两个礼拜多的时候 我在这里49年 没有看着这么多人来的 很多地方 很多外地的人 很多法身的人都来吃 不大喜欢这边搬 因为全部的食物都在这边 好像我们已经习惯了 这边鸡饭 云吞面 龙须饭 全部都在这边 全部都有 如果搬得太远 可能各自会搬各自的地方 太远的话我们就去不到 巴生市议会早前宣布 轻快铁第三路线计划 将征用橘狼小贩中心的地段 尽管不少巴生人 对它具有浓厚的情义结 不过橘狼小贩中心最终的去留 还是掌握在巴生市议会手中 MTV7黄丽婷采访报道